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订阅、赞和分享这条影片 谢谢你 当你在社交媒体看到以前的校花 发文说自己刚刚离婚 你可能会懒不伤心回复一个泡泡的emoji 但你心里可能会想 抵你死呀 其实是否只有我看别人扑街才会那么开心呢? 见到别人扑街自己会开心 是否不正常呢? 今集我们就通过 《我们内心的坏东西》本书去解释问题 去解释一下我们对其他人幸灾乐祸背后的心态 我们首先不要那么快帮这一类人 或者帮自己贴上一个标签 因为根据美国埃默里大学的一项心理研究表明 不论年龄、种族、性别、地区和文化背景 人类从婴幼而其开始 就已经开始经历幸灾乐祸 例如四岁的小朋友如果发现了其他人的不幸 例如踢傷、跌入泥汤里面 他们就会从中感到快乐 而如果那个人还曾经做过一些伤害过他的事情 例如可能弄烂过他的玩具 或者骂过他 这种幸灾乐祸的情况就会更加明显了 其实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 不只是看到人仆街的 有时如果我们看一些短片 例如看到一些狗或者一些猫 他们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滑倒 或者准备跳去一个地方的时候 不小心失足跌下来 其实我们都会忍不住想笑的 当然似乎这种伤害的程度有多深 如果是达到摊摊腰的 那我们在笑之余 心里面会夹杂着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可能会是同情 可能会是担心 但是与此同时那种想笑的感觉 你是压抑不住的 就像我们看到人家在游泳池旁边善亲的 他不纯粹是一种觉得好笑的状况 其实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也好 幸灾乐祸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本性 亦是我们的社会会形成群体 和寻找安全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情绪表征 其他人的失败可以抚平我们的羡慕和不惜 和我们提供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越感 这种行为就在平衡我们 和对方的优秀之间不对等的关系 我们当然不可以当着对方的面子去笑别人 但是隔着个屏幕隔着一段很远的安全距离 享受其他人失败的这种欣喜 其实是被允许的 为什么会这么恐怖的呢 我不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来的吗 为什么我见到别人会幸灾乐祸的呢 这种恶意是来自哪一道的呢 首先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就是其实我们所想的这种坏 并没有我们想象之中那么坏 我们幸灾乐祸的原因 往往是因为他人的尴尬 又或者是出丑 而并不是因为他惨糟不幸 甚至死亡 当我们见到其他人的偽善被曝光 发现自己的竞争对手有所闪失 又或者是听说一些成功到黑人争的朋友 又或者是亲戚的坏消息 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轻松和如雨的感觉 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心里面 获得某一种平衡 我们之所以亦那么喜欢看八卦的新闻 其实就是基于一种想平衡的心理 幸灾乐祸通常会以什么形式表达出来呢 第一种形式就是看到对手的失败 消灭竞争对手 是人类原始功能中最重要的一点 那跟我们在远古的时代 那种球生的本能是相关的 所以当我们见到跟我们争争的人 我们所支持的那对球队的对手 见到他们失误、出丑、失败、失分 我们的心情都会极度输长 所以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 这个说话是真的 我们在参加一些校制比赛的时候 见到其他学校的队员失误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里面都会有一种喜悦 只不过可能有时是因为出于礼仪的缘故 愤怒主任不让你叫他漏油或设置他 另一种形式就是正义得以伸着 令到世人觉得最开心的东西 莫过于是那些坏人得到报应 当我们见到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公众人物 公司的老板 甚至是电视剧里面的反派 他们没有拉副链 因为丑闻或被老婆捉奸 被ICAC抓了 我们都会有一种觉得他最有应得 大发人心的感觉 当一件事看起来是正义的时候 我们会倾向幸灾乐 正义是会令到我们上瘾 如果我们觉得社会是不公义的 当我们见到一些看起来是坏人的人 他们遭受到打击的时候 我们在心里就会觉得他最有应得 觉得那些就是他的报应 那些所谓的坏人遭受到报应 会令到我们的内心带来狂喜 因为这样可以平衡到我们对社会不公的这种感受 法律治不到他 天就会治他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言语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等天收啊你 天有眼啊 天无眼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来的了 但如果你觉得天有眼会令到你的心里舒服一些 那也不失是一个好的做法来的 有证据表明一个社会越公平越公义 民众幸灾乐祸的这种心理就会减弱的 他们更加倾向会用同理心去看待一件事 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越不公平 司法越黑暗 那民众表现出来就会越暴虑 幸灾乐祸的心态也会越强 那其实都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来的 因为我在现实世界找不到公义 所以我就只可以靠内心的这种看你怎么死 而去获得心里面的平衡 那其实呢也是一种悲哀来的 因为在现实世界里面 我们根本上就耐了一些人不何 所以我们才唯有去指望一些神秘的力量 去帮我们去除暴安良 以达至内心的这种不平衡和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见到一个地方的人 他们喜欢剥花生 喜欢看别人的仆街 我们首先不要去想这个地区的人他的道德 我们首先要去想这个环境 是否可以培养到那些人不去这样想呢 不去这样做呢 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正义成瘾 惩罚他人的快乐是会令人上瘾 就连小朋友都喜欢见到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受到处罚 例如说抢过自己玩具的同学仔 被老师骂 被老师罚 心里面也会暗自洩起 正义成瘾其实是一个社会不公平的信号 如果任由这种正义成瘾一直都得不到解决的话 很容易就会出现暴民政治 我们其实现在生活的这个世代 多了很多建盘战士 其实这个现象也是正义成瘾的缩影 因为我们躲在一个屏幕后面 我们不需要直接去面对做错的那些人 也不需要为自己的愤怒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就可以更加轻松地从这种正义成瘾之中获得快感 正义成瘾其实很危险 它可能会令到我们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幸灾乐祸的漩涡里面 当然我们不需要去回避自己内心的一种阴暗面 我们应该正视它 但也都绝对不应该去纵容自己沉溺在这种幸灾乐祸里面 好像之前安倍晋三死了一样 估论大家的政治倾向是 单凭一个普通的人离世 我们都不应该去落井下石和去取笑对方的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讲过 这个幸灾乐祸的定义是我们见到别人出丑 见到对方处于尴尬而产生的一种快感 但是它是有边界的 当我们见到对方可能会陷入死亡 又或者是绝望的时候 我们是会有同理心的 如果你连同理心都被取代的话 那这种幸灾乐祸就已经是危险了 它就并不是一个正常范围之内的合理的幸灾乐祸 日本有一句言语叫做 意思就是他人的不幸甜如蜜 法文也有一句说法 意思就是对他人的痛苦感到恶毒的喜悦 中文四个字很简单 就叫做幸灾乐祸 在小说傲慢语偏见里面 有一句很经典的说话 我们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被邻居当成笑病 然后再调回头去笑他们 牛津大学有一个研究表明 见到其他人仆佳而感到开心的情绪转变 可以追溯去到上古时期 它是可以令到我们更加好地繁衍和生存下去 也就是说幸灾乐祸在本质上 就已经写入我们的基因里面了 这个小朋友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也会不间断地在旁边的小朋友 手足无措的时候找到自己的愉悦点 而大人烦到一头烟的时候 在他们看起身 也是十分之兴奋的存在 换随着小朋友成长 在身边发生的种种事故 对小朋友的吸引力也会逐渐增加 这个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喜欢围观去看热闹的原因之一 平静的新闻 并没有意外的新闻 那么容易可以吸住你的眼球 见到那些破坏规则的人受到制裁 我们说一句 抵死你都有今天了 绝对会被见到一个人 拿到贝尔和平奖 更加令到我们的内心快慰 行灾乐祸应该有一个度 当我们见到一个人处于尴尬 又或者无相打压的伤害的时候 甚至可能在罪有应得的情况下 这些情况可以弥补我们内心的天平 令到我们的心里平衡一些舒服一些 但如果我们好像老讯的口里所说的这样 喜欢去赛事口围观看人家行刑 喜欢看着人家死 喜欢落井下石 那就是一种麻木和变态的心理 那我们又要如何去找回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控制权呢? 幸灾乐祸是人性里面的一些瑕疵 我们是应该正视它的存在的 不应该压抑自己这种感受 但我们要小心地去判断 这种感受它有没有过了路 第三种形式就是社会比较 人天生就是喜欢比较的 跟亲戚比 跟朋友比 跟同事比 跟同学比 甚至乎我们在看片的时候 看到一些跟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联的人 例如是明星 又或者是比我们有钱的人 在不够人家比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很沮丧 觉得有些妒忌 觉得有些不甘心 亦都会有一种挫败感和痛苦的感受 幸灾乐祸在这个时刻 就发生了一种非常之强大的作用 当我们见到一些比我们优越的人 他们出丑或名誉掃地的时候 心里面的这种平衡感 就会猶然而生 而当我们见到平时我们既羡慕又妒忌的人 公司里面的拆鞋子 那把口很串嘴的同学 当我们见到他撞板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你都有今天了的感觉 我们会觉得自己其实生活也不太差 这些人的生活也并没有表面上 看起身的光鲜亮丽 失败的人不只有我 整个世界都好像我那样失败 突然间我们会有一种惺惺相识的感觉 所以幸灾乐祸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一种输解心情的法宝 它可以令到我们暂时缓解我们的妒忌心 以及对我们现在的现状种种不满 但我们对一个人幸灾乐祸的程度 是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人的喜爱程度 我们越喜欢一个人 我们就越不会幸灾乐 一个人在你的印象之中的品性越好 你也越不会幸灾乐 第四种形式就是包裹着唐一的幸灾乐 当我们的朋友遭遇失败的时候 我们会出来安慰他 但比较永远都会存在的 那些跟我们越亲密的朋友 亲戚 我们的心里面的比较之心就会越强 例如是我们的好朋友 或者是我们身边跟我们的关系比较好的亲戚 他想去创业 或者他要跳槽 但最后不成功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心态是会比较复杂的 我们在心痛他所付出的这些努力的同时 心里面也会有少少不容易察觉的喜悦 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种 那么阴暗的心理的时候 我们就会出现一种愧疚感 因为似乎这种喜悦的感受 是对朋友的一种背叛 但其实你并不是因为妒忌你的朋友 所以才会这样想的 而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很清楚 一段友谊 他可能会变淡 又或者是会离我们而去的时刻 就是我们在生活上面分道扬标的时候 当你的朋友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 想着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尝试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其实是不希望对方敢做的 因为对方敢做 很有可能就会跟我们拉开差距 我们很担心以后自己会跟不上对方的步伐 我们很怕我们以后都融入不了对方的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当对方失败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种释怀的感觉 那并不是我们心底不好 其实只不过是我们内心的一种 渴望一份友谊 可以永远地留在自己身边的一种欲望 第五种就是向下的社会比较 我们喜欢和一些治愈不及我们的人进行比较 借此来提升自己的自尊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 以前身边的同学可能很久都不找你 但当他们有钱的时候 他们会开始到处去找一些旧同学吃饭 这些人在内心里面都有一种倾向 希望他们曾经看不起自己的人 在这一刻感觉到愧疚和羡慕 他们以为这些行为可以削弱他人的锐气 但六种情况就是我们有时会主动 讲自己的一些坏东西出来 让对方幸灾乐祸 而让对方的心里面好受一点 例如说你的朋友现在正在哀叹 说自己被人飞了 你可能会跟他说 我三十多岁人都没拍过拖 在朋友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往往容易讲出自己曾经一些悲惨的遭遇 令对方没那么绝望 其实大家有没有认真地想过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说这些事给对方知道 令对方知道我们的处境不如对方 为什么会令对方好瘦一点 其实我们潜意识就认为 我们过得不好是会令对方开心的 反过来潜台词就是说 对方过得不好其实我们都会开心一点 第七个类型的幸灾乐祸 就是对公众人物的幸灾乐祸 当一些名人被爆出一些负面新闻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种和他们平起平坐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失败出丑的时候 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暗示我们内心 其实是还有某程度上的脆弱的 我们需要别人的失败来说服自己 在某一方面比其他人更加之强大 我们需要令到自己的内心 获得一种平衡和安全感 所以幸灾乐祸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东西 它只不过是一种充满着矛盾的爱 和我们对归属感的渴望 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之中那么善良 但幸灾乐祸是否意味着你不是一个好人 其实没有comment 没有剥花生的人 不代表你不是在幸灾乐祸 只不过他们是忍着没有笑出来的 我们面对心里面的一些阴暗面的事情 与其我们去回避他 不如我们去正视他们 我们正视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们承认自己有时都会有少少的妒忌 我们承认自己偶尔都会想耍一耍机心 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效应叫做白虹效应 就是说如果我叫你不要去想象一只白虹的时候 你反而会去想到一只白虹的样子出来 如果遇到一件事我叫大家不要去剥花生 不要去笑 其实反而会令我们更加希望去关注这件事 很少人单纯因为他人的痛苦而感到高兴 更加都是因为我们认为对方在这件事上 仆佳是抵死 又或者是多多少少对我们有些用处 这种情绪并非完全出于恶意 而是出于我们对保持道德平衡的渴望 在正常范围里的幸灾乐祸其实是有益的 它可以减轻我们内心的自卑感和妒忌心 可以快速地为我们带来胜利的感觉 还有一齐剥花生 看老闆怎样糟糕 或者看身边的那些很认真的同事 怎样糟糕呢 是可以迅速拉近你和其他同事之间的关系 其实幸灾乐祸可以帮助我们见到人生的一种荒谬性 幸灾乐祸通常被视为一种需要隐藏起身的情绪 因为见到其他人遭遇不幸 但就表现出很开心的样貌 这些人通常会被大众认为是罪大恶极 其实我们是需要这种情绪瑕疵的 幸灾乐祸一件事它既不好也都不坏 有时它的确会引起问题 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这种情绪是无相大雅的趣味来的 当然它可能是一种恶趣味 但它可以在我们觉得自卑的时候 给予一份好的心情 它告诉你其实人人都会失败 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优越感 令到我们可以放下仇恨、妒忌和自卑 继续向前迈进 其实往往幸灾乐祸 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情绪 它会夹杂着同理心 我们虽然会笑对方 但其实我们亦都会关心对方 这就证明我们的情绪并不是铁板一块 而是具备弹性 证明我们并不是一个机械人 我们并不是十分之严格的 一定要遵守所有的道德规范 我们有能力同时拥有两个 完全是矛盾的想法和感受 如果我们可以正视自己幸灾乐祸的这种情绪 同时可以发现潜藏在我们心里的那些声音 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发现 我们其实是否在妒忌 即是羡慕着那些现在正在受苦的人 这些人是否令到我们觉得自己不够格 我们是否想超越对方 而同一时间当其他人对我们的遭遇幸灾乐祸的时候 可能也代表你正在他心目中是一个他想超越的对手 你拥有一些他梦寐以求都得不到的东西 你曾经令到他们觉得自己不够格 所以被人幸灾乐祸其实都不是完全是一件坏事 你也可以反过来获得一种优越感 绝大部分正常的人都不会因为对方的小朋友患病 自己患病 或者是处于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幸灾乐祸 我们通常都是因为对花在炫耀自己 或者是不可一世的时候出丑才会幸灾乐祸 所以其实幸灾乐祸并不是完全出自于恶意 所以幸灾乐祸其实是一种人性 我们不需要很刻意地去抑制他 今集的时间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你讲了本集的资讯帮到你的话 记得subscribe这个channel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下小铃铛 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超级感谢 赞助一下我的制作 我是陈老师 我们讲今不讲心 再见